大家好我是小植 欢迎来到小植一屏 今天小植带来俄罗斯传奇电影 卡拉什尼科夫 本片根据俄罗斯传奇枪王 卡拉什尼科夫生病事迹真实改编 主要讲述了世界第一畅销自动步枪 AK47的诞生过程 本片没有太多宏大场景 更多展现的是人物成长历程 卡拉什尼科夫几经失败 终于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 成功研发AK47自动步枪 一举奠定了其在自动枪械世界的领导地位 好了废话不多说 开始进入整题 话说 1938年秋天 卡拉什尼科夫在红军基辅特别军区第12装甲师服役 1941年6月22日 纳粹德国单方面撕毁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德军以闪电战的方式对苏联发动袭击 战争初期 苏军一路溃败 1941年8月 卡拉什尼科夫升任高级中师坦克车长 指挥坦克与德军作战 10月 在不良斯克战斗中 他遭遇反坦克暴起击受重伤 来到医院 卡拉什尼科夫并没有因为伤兵而放弃对战争思索 战场上 德国士兵装备精良 自己人却还在拿着老式武器 除了人多 他们没有任何优势 于是 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制造一款适合自己人使用的武器 他翻遍医院图书馆里所有有关武器的书籍 医生特意为他批准6个月时间作为医疗假期 本来 卡拉什尼科夫打算回家 但在火车上 老兵看到了他的图纸 大家赞赏 于是 他便半路下车 来到一座小型车站 三年前 他曾在这里工作过 站长至今对他记忆犹新 想当年 就是因为卡拉什尼科夫工作期间 死造强制 被上级查处 才连累站长隔离审查 这一次 他要借用车间重新制作武器 站长说什么也不敢 卡拉什尼科夫独自坐在车站外头 不知该何去何从 冥冥之中 似乎有贵人相助 他遇到了刚好来这边检查的特派员 巴萨洛夫中校 老头人狠话不多 小伙子 你别啰嗦 挑紧要的说 最终 特派员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 尽管站长对于卡拉什尼科夫有诸多不满 但命令已经下达 他不敢违抗 工作台有了 接下来就需要画图 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在这里 每个人都很忙碌 没有任何闲人 卡拉什尼科夫文化很低 直上到小学七年级 根本就不会画图 大家听闻他要制造新武器 不少技术人员特意赶过来帮忙 上班时间大家各干各的 下了班全部听他调遣 经过多日研发 第一支自动步枪样品成功下线 这天 全场工人都来见证奇迹 望着子弹 卡拉什尼科夫意识到成功了 随即 他马不停蹄前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 寻找特派员巴中校 值班人员问他 你是干嘛的 卡拉什尼科夫表示 我要找巴中校 他向警卫亮出枪 看 这就是我最新的研究成果 不曾想 世卫当他是刺客 竟把他关了起来 每个人都在嘲笑 看看你这份鸟样 你能研究枪 农村出来的吧 想骗钱 你也不瞅瞅这是哪里 恰好 一名少校过来询问情况 他拿到武器 眼前一亮 嗯 很有意思吗 不是工厂货 明天再对他进行审问 少校命人将枪带到靶场 进一步测试 结果出人意料 所有人都很好奇 到底是谁设计的 库巴将军是中亚地区的负责人 他对卡拉什尼科夫 研制的新武器 很感兴趣 在这之前 曾有工作人员提醒他 你的枪必须要提高精度 才能便于工厂化 但在量产前 你必须赢得全国武器设计比赛 而设计武器的 并非只有你一个 将军对于武器很满意 称赞他为图库曼斯坦的发明家 他决定 让他代表军区 去参加全国武器设计比赛 1943年2月 卡拉什尼科夫 独自来到莫斯科 舒洛夫靶场枪械研究所 在车上 有一名士兵与他同行 男子名叫阿列克谢 他就是波波莎的发明者 两人打赌 如果你赢了 我就输掉一瓶亚美尼亚白酒 要是你输了 那你就站在桌子上 跳一支舞 研究所特意给卡拉什尼科夫 安排一个独立工作室 柳尚尉请他 把自己设计的图纸给索里提交一份 可他哪里有 我连大学都没有上过 我只有食物 没办法 索里安排一名女工程师 前来帮助他绘制图稿 女孩名叫卡加 她就是卡拉什尼科夫 日后的第二任妻子 和大多数男人一样 卡拉什尼科夫一见到美女 就喜欢的不得了 他还不知道人家有没有丈夫 就对他想弱非非 甚至差点与其他人动手 搞得女孩很尴尬 不知道是剧情的缘故 还是当时男人们的心态 俄罗斯男孩恋爱 总是伴随着一股霸道和勇猛 喜欢我就接受我 不喜欢老子就走 第二天 无期评比结果出来 与他一同前来的阿列少校 获得了第一名 他要去图拉监制生产线了 临走前 他嘱托对方 别气馁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千万别放弃 卡拉什尼科夫第一次萌生退役 想要回到前线去 1944年 他返回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 向库巴将军汇报情况 将军问他 你自己失去了信心吗 你看你现在这个怂样 能不能有点出息 在基地内 他重新调整心态 开始设计新的武器 这一次 有了专业化设计团队 新式武器终于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在离开莫斯科这段时间 卡拉什尼科夫经常给女工程师写信 终于美女回信了 想谈恋爱 你最好把枪先设计好 就这样 怀揣着恋人的期望与梦想 卡拉什尼科夫再次上路 他第二次来到了莫斯科舒洛夫靶场枪线研究所 测试开始 所有人都很紧张 卡拉什尼科夫腿不停的在抖 卡加试图让他放松下来 最终测试结果出来 又一次让人大失所望 本轮测试的所有武器全部不能量产 没有一个符合实战要求 听到结果 卡拉什尼科夫第二次绝望 到底是我不行 还是我设计的东西不行 他陷入了怀疑与自我怀疑 医生你给我开一份医疗证明吧 我要回到前线去当车长 你看我的伤势已经全好了 医生告诉他 回去那是不可能的 你该干嘛干嘛吧 留上尉安慰他 我看了你的枪械图纸 很不错 设计原理也很有创意 你还得坚持呀 1945年9月3日 法西斯宣告投降 二战结束 和大多数人一样 战争都结束了 再设计武器还有必要吗 敌人都没有了 我们存在的意义在哪里 这些问题总是营绕在 卡拉什尼科夫心头 此时他刚好设计出了 第一把AK自动步枪样品 媳妇建议他 要不你去发明一个绞肉机吧 反正家里生活总是少不了 我们还可以拿来卖钱 第二天他找到上校 向他展示最新研究 难道我们的成果 就这么付出东流了吗 上校见他垂头丧气 便递给他一份最新命令 总司令已经下令 武器研究所继续为军队 提供最先进的武器 上校告诉他 小伙子恭喜你 你要有自己的团队了 阿列少校刚从前线回来 他向卡拉提了几点意见 枪支以内要简单 没多一个凹槽 就会多一道使用障碍 下个月就要举行 新的武器竞赛了 还记得我们的赌约吗 你要输了 可就要跳舞咯 卡夫洛夫兵工厂 卡拉要在这里 制造武器样品 加列夫将军 是该厂的厂长 与此同时 他也是一名武器设计师 下个月 他的武器就要与卡拉 一统评比 此时 卡拉担心 在他的工厂里 制作武器 会不会遭遇不测 事实上 将军压根就不屑于 给他使坏 到了他那个位置 年龄 地位 荣誉 已经足够 1947年11月 AK47S原型枪下线完成 他迫切想要知道测试数据 两人急匆匆来到靶场 里边的人根本就不理他 小子 将军的武器正在测试呢 要轮到你 再等几天吧 听到回复 卡拉心急如焚 让他等 比割他的肉还难受 随即 他直接找来汽油桶当靶子 估计 在场区里射击 他应该是独一份 很快 枪声引来守卫 将他拿下 望着油桶上的弹孔 他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加料福将军召见他 表示要看看AK47S 卡拉担心自己的研究 被剽窃 将军告诉他 虽然我们是竞争对手 但我还没有愚蠢到 剽窃一名士兵的地步 假如你的武器足够优秀 我完全可以放弃参赛 当将军看到实物后 他被眼前像艺术品一样的 自动步枪所折服 当即指示手下 把我们的武器全部撤掉 通通锁起来 1948年初 莫斯科枪械研究所 对所有新式武器 展开严格测试 事实证明 卡拉设计的AK47S 在各种条件下 均具备可靠的操作性能 1949年 AK47被苏联军队正式列装 命名为 7.62毫米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枪 从1950年至2010年 从越南战场到叙利亚战场 从亚洲到欧洲再到非洲 世界各大战场都活跃着AK系列自动步枪 据世界银行统计 全球5亿支火器中 有超过1亿支 都是卡拉什尼科夫系列的 而在黑市上 AK步枪早已成为硬通货 卡拉什尼科夫的设计思想 影响了20世纪自动武器发展的历程 被誉为世界强王AK之父 本片并没有详尽的介绍 AK47的具体研发 生产制造过程 而是通过故事将主人公展现 喜欢的朋友可以观看原片 1977年 卡拉的第二任妻子过世 2013年12月23日 他因为部大出血不至去世 享年95岁 不管卡拉什尼科夫在与不在 他的名字早已成为 俄罗斯国家精神的象征 好了本集故事已经完结 敬请期待下一期精彩内容 下期见